在世界上,有些景色只能透过游轮旅行才能看见 环游世界航程将带您看见世界多彩的样貌 您想要在什么季节,在什么样的地方旅行呢? 本次聚焦在港口,带您了解港口独特的魅力 有些港口都市就是世界遗产 有的港口作为贸易重镇而发展 今天将从和平号造访过的200多个港口中精挑细选 为您介绍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港口 世界遗产的街道美景,在靠港时映入眼帘 被誉为亚德里亚海的宝藏 卫兰大海与建筑物的红色屋顶 以及石头建筑的古老街道美景 让这里成为知名观光圣地 感谢观看 靠港时映入眼帘的 是用蜂蜜色的马尔他石打造而成的城市 景色柔和美丽 城市周围有护城河 提防厚度足以抵挡炮弹攻击 是一座要塞城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 开普敦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之一 从港口能看见城市地标的桌山 周边有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好望角 也有酒庄和海滩 观光景点相当丰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从港口出发 徒步范围内就能抵达时代广场 纽约是世界金融 商业文化以及娱乐时尚的中心 从自由女神像到中央公园 知名景点多不胜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有天堂之谷之称的瓦尔帕莱索 有如调色盘般 多彩的城市景观令人失迷 下了船 宛如在蓝天下进入一座美术馆 尽情将这座城市的美好 纳入您的记忆中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下保所留下ес wan teacher's后 包括中国奈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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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 煤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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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 创 Reform 四 anniversary of theека 涵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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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an Billing out 四itness 三大美港之一的里约热内炉 有着举世闻名的里约狂欢节 从驼背山 您不仅可以看到基督像 还可以看到美丽的沙滩和海岸线 水的城市斯德哥尔摩 被誉为世界上最美丽的首都 老城区保有中世纪的氛围 您可以看到斯德哥尔摩 最古老的教堂 以及世界上最大的皇宫 世界三大港口之一的雪梨港 加上霓虹灯闪烁的夜景 展现出无与伦比的美丽 素心的路线 集中心的路线 最终的道路线 最终的路线 一定有帮助 如果需要看.? 如此 在进行之后 任何包括 最能的路线 宣装有侧的人 端 grue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